他就說,我希望在這部電影裡 我們去用眼神的東西 大家去找一個 你都還沒見過你自己的眼神 而且這部電影裡很重要的東西就是用眼神 因為 他覺得在這部電影裡 在他做資料搜集之前 他已經有了 他心目中 要怎樣拍攝這個人 其實他已經做了功課 不過他沒有給我看 當《可憐會》之後他走的時候 他拿了一本書 一個畫冊 一本畫冊 是康弗尼布加的一本畫冊 裡面有康弗尼布加過往的 一些不同的電影裡的照片 黑白的 其中有一張 塞了一張紙 打開一看 就是康弗尼布加坐在床上 披完言 細裝外套 白襲衫 沒有打態 然後人的表情是很迷惘 迷惑 無助 恐懼 這個很複雜的表情 在那一刻他跟我說 就是 你去分析一下 他這一刻的表情 可不可以 你想想 他會不會是靈光 在其中有一幕 是這樣的類似 其實他的心裡已經有了 知道了發展的過程 是怎樣的 當我們拍完這部電影 很順利 開始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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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我們去看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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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